《玩具TV》第十五季第五集 不知道第幾集了 不能介紹一下 要說的是Olewa Gundam 不過今次 語經不是 它說這部叫做R4 但是證明已經叫做國拉行高達 為什麼 廣告時間插入 下次會介紹 夏寶來介紹R1 厲害 如果大家想看Hot Ties 請留意下星期玩具TV 還沒收集的話 講回國拉行高達 看到P Bandai 我都派了課一段時間 很難按啊 按不到啊 我托來都叫做按到的 我終於明白到什麼叫真愛 我看這部歌 就知道什麼叫愛是可以開花結果的 很心體願 當然 在追求愛的過程中 是痛苦的 還要失去生命 但是當你能夠在肉火重生之後 我的肉字不是那個 完全可以把自己愛的東西得到手 好 今次MB 一貫的封面 所以不用說了 等下二角 即是多個合 是的 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葛拉行高達 看到本身其實它和XIA 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的七劍系統 和左腰仔處女座的左手 而這隻左手 有很多都是金屬仔 即是凍冰冰的 摸上去就馬上感覺到它有個金屬感 是的 都循例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其實如果大家有玩開XIA的話 都不需要對於它 無論外形 又或者可動 有些什麼需要操心 都是犯規及的 而本身這隻東西的QC 出奇地好 至少我見過兩隻 兩隻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變成在QC 和外形方面 其實都沒有特別的抽情 我本身 因為其實之前已經出過 這麼多的XIA 我就沒有很喜歡 剛出的時候 但是到它實物出來之後 又發覺它又不是很XIA 之後其實就 又有些心動會想追 所以有時候高達 真的很令人迷惘 其實原價我沒有記錯 都是167 1690 我當你加多40元 那都是1700左右 現在其實都不算特別 189 少許 199是很輕鬆 可以入得到的東西 沒錯 那究竟值不值呢 我只是說缺點 其實這件事 優點幾多 它最大的缺點是這裏 Sorry 你如果擺台座 不覺煙的話 你應該這兩差事都玩完 因為真的很鬆 而且完全不穩 如何都好 而Metal Build 這個缺點已經很耐力 它總是不肯改 我又不太明白 因為什麼原因 其實它也曾經做好 直接把筍插一件 放在後面的部分 有些是插背包 插背包 那些是很棒的 為什麼呢 它有部分揹著對翼 如果直接插背包 就可以撐對翼的力 但是它有些是插 紀安那些 那些 那個位置其實是撐不到 它的腰就會鬆 更外乎 這隻是插正底部 基本上沒有什麼輔助力 所以 即是靠地心吸力 那你就很高 好了 好 本身其實配件不多 但是玩法都不少 不斷地說一說 台座造型手十隻 太陽龍 還有七把 GN短劍 GN長劍等等 是這麼多 至於我為什麼會裝扭這兩件呢 大哥不斷地找些東西說一下 其實本身它放劍的地方 都會是主力放在這個新規件 Xia都出了 我不知道多少件 真的uncountable 起碼有五次六次七次 可能有八次 六七次 十周年有 可能有女神 可能八次九次 你真的搞不定 Anyway 說回來 本身的新的部件 最主要都是在 它那個 撇毀 武器掛架 以及最重要的 類似00Q的 側角 劍系統 當然因為始終 當時真真正正正的太陽龍 都已經 沒有得八八九九 所以變了其實 R4它都是用回 GN電用的 GN電用位 當然就是在 背部也好 胸口也好 以及 都算是劍力的 就是它的劍盾 就和00Q一樣 沒錯 所以你說就說 它是第三世代高達 但本身整件 根本已經是 第四世代 甚至是第六世代高達的產品 好 我已經插了兩把 循例都插多兩把 給大家看看如何玩 你看到 旁邊這裡已經有一把 可以安裝在這裡 用回 這個筍位 插回 在那個洞裡就完成了 沒什麼難度 其實在看這一款 我發現它的劍很漂亮 它劍的綠色上面 其實它是上了一個珍珠藍的 它上珍珠藍之外 它竟然在 算是光劍的部分 我不知道它應該稱呼為 實體劍 類似水晶的實體劍 還是光劍 它竟然有餘印到 一些字在上面 應該不合理 如果是光劍 是 其實實體劍 類似水晶的實體劍 類似通了電 即是通了一些GN Practical 令到類似高洲波刀 那樣的洞 但它上面竟然可以印到一個字 所以很特殊 這個特殊 是 另外裝上這把牆 長的就是在白色的位置插上 其實Xia也是高達之中的亡漫 大家可能很多時候 都對劍有呈現 以往那麼多的高達 全部都玩槍的時候 突然出了一款是玩劍 即是Xia本身是持有實體劍 變成… 也是那句 大家喜歡它的設定 其實沒有什麼特殊 因為我真的覺得整套 Tosh Rock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彈珠仁高達 彈珠仁高達 我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但接著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又會這麼喜歡 又會這麼喜歡 上了一套電影之後 上了一套動畫之後 你就會覺得 嘩 正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大家看第一個次 其實鐵血大家一開始都很不喜歡 我很喜歡 是不是 應該這麼說 鐵血和OO第一季都是非常好看的 是好看的 第二季我不再說了 本體基本上都已經齊了 真是說玩技術 都是玩回 譬如說他怎樣拿刀 拿把刀 拿把工具等等 我想 重點都是看回本身的手 因為大家都知道 處女座 但他沒有事 但他就是左腰 所以變成了 真真正正主力Xia 都是用他的左手去握件 看見他 特別是手的造型 都挺惡魔化的 看見他的手指是很堅硬 和本身其實 原本的Xia 手是有多大的出入 當然 雖然是用GN電容 但是本身 他特別是這隻 左腰是Transam 的話 才是真真正正 即是這部R4 作戰來說 最大 最有用的武器 其實局部Transam 那個概念 主要 我想應該是 他可以把電的使用量減低 他就只是 或者是手Transam 其實都可以 我想一下 喪嚇你 基本上無法身 是 其實遠距離 他都能做到 因為本身 兩把GN短劍 都跟這個R 跟Xia一樣 都是當作窗 另外 真的說 擺一些拔劍的姿勢 其實你都不用擔心 他關鍵是否很實 是 看你扭的時候 其實是軟的 變成 R痕 其實都可以 他很有趣 他這個手 另外有一份 類似生化人的味道 即是和高達 有點不一樣 我想這個也跟處女座本身 叫做執照的命有關 即是他能夠成功 突入這個ELS 之後還要同化 這樣才能夠成為 即是執照的命之外 也有機會 做到天人的Gundammeister之一 這個故事編排 我覺得真的不錯 很坦白說 其實挺有例子 是的 而且有愛 你可以掛人 你一來可以 忍一忍 以來 就著關節 或者一些新造部件 可以給一些評語 剛才說了 如果純粹說QC 或者外形 我就真的 覺得有幾高的評價 你現在動一動 手手腳腳 有沒有什麼 可以分享 其實有些有趣 因為以往 XR那些手 可動 例如這些手關節 可動是比較高 但是我發覺 它新的這隻手 它的可動是 相對性反而有些重量 對 所以我感覺上 好像東西這麼有趣 既然是新手 應該是新設計 因為它前半部 這個部分 它轉的時候 會吃進去 但是 反觀它上半部 其實它轉的時候 它上面的片格 我以為都可以吃進去 都是可以吃進去 可以可以 但是它的可動性 沒有很大的幫助 充其論 只是去到這樣 以新件來說 可能就有少許信息 另外它水平轉 這個就是中規中矩 但是手腕的可動 是很大的 比起以往的高達來說 是大了很多 本身它的高可動 都要歸功於它本身的設計 沒有什麼特別的裝甲 去妨礙著它的關節活動 變成一些很誇張的姿勢 其實它都可以很輕易地擺出來 而且我很喜歡你剛才設計的這個 每把劍都不同的斜度 散出來 很漂亮 而且它這個新支架 也很有趣 這個合金的部分 它都會下了移印 整個都會見到很多新的標準 例如IU這些 包括劍上面 全部都下了這個 劍是UI UI 這個是IU 我印錯了 不是 是每一個不同號碼來的 每把劍是1234 真正是7劍 你會見到這些珍珠藍的補充 其實很漂亮 還有我要讚一讚 它後面的GN劍掛架 本身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肢節關節 令到無論反手準備拔劍 又或者放一些很特殊的拔劍姿勢 它完全都會考慮到這裏 而且它的緊實度都不錯 其實它這個支架 令我想起第一個 是Metal Gear的裏面 背脊的架 是 很有那個feel 另外有件事 我都想讚一讚 就是平時玩高達 或者我用白雪機去做比喻 你的東西是跌到糟糕 這隻完全不用擔心 它的劍本身一拍就拍上去 它的筍位 不會很難拍進去 但是你拍進去 你真的不用擔心會跌 它完全可以做到那種實性的感覺 其實關於EXIA數體 我這麼多款來說 其實它都經常有一個悲病 它的腰部 它這個部份會傾側 傾側 但是你這隻沒有 我相信被人罵了這麼多禍 應該都有些關係 會好一點 大致上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未入手 不是太貴 我覺得一二百都勉強可以給它 希望 不知道下一隻00是甚麼 或者希望不是最後一隻 希望沒有出00 不如出無限正義吧 對 對 對 還有力天使 對 對 所以 下次見 今天爆了 拜拜 拜拜